这特么不就是在赌吗 万一是其他的叛军先到呢 那就是运气不好呗 我们等死就是了 果然有一对勤军上山 只不过跟叛军会合在了一起 这里的叛军还没收拾完 现在叛军又来了生力军 看来我这次是赌输了 只见新来的那伙叛军的首领 竟然带着几个将领 静止来到距离教学楼 不过摆布的地方 这分明是欺负我 没有远程攻击武器啊 不然敢这么嚣张 迎侧 这个叛军首领不正是 前任大宗伯营策 怎么会是他 他不是正哥你这头的吗 请王上出来答话 寡人在此你有何话说 王上没想到吧 对了我还没有拜见王上呢 要不要我给王上行个礼啊 寡人受不起 你确实受不起 从成交死去的那一天起 你就受不起我们宗室的礼了 嬴政我来问你 成交是真的造反了吗 嬴政成交从小就崇拜你 立志要学处理吉辅佐惠文王 为大秦建立千古霸业 这些你知道不知道 成交如此爱你敬你 结果换来的却是什么 吕不韦污蔑成交造反之事 你敢说你不知道 但是你是怎么对你这个弟弟的呢 吕不韦用计让成交公罩 你一言不发 成交兵败 吕不韦说成交居心叵测 你一言不发 成交被吕不韦逼的走投无路 八剑自吻 却被吕不韦说成是畏罪自杀 你还是一言不发 你对得起成交 对得起大秦的列祖列宗吗 成交之乱在史书上 只是寥寥几笔 但是记载的却是成交 因为不满政歌继承王位 有意燃止兵权 然后借机谋反 被吕不韦给镇压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如果没有吕不韦的放纵 成交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没有办法能拿到兵权 这分明是吕不韦 有意地坑了成交一把 而且从迎策的话中 可以知道成交对嬴政 却是十分崇拜的 应该没有谋反之心 这就是一桩冤案 而在这桩冤案中 嬴政却没有替自己这个弟弟 说过一句话 大秦的秦王 却成了害死自己弟弟的帮凶 这也难怪正哥不说话 将来这也是正哥的心结 从成交自杀的那一刻起 我就知道你嬴政 就是一个克伯寡安的君主 是个没有血脉亲情的毒妇 于是我开始布局 八年了 我不局了整整八年 终于让我找到了机会 能够除掉你 嬴政 嬴策成交之事 寡人却有愧疚 但是并不代表寡人 就觉得自己做错了 吕不韦全清朝野 我若不从 怕是连秦王的位置都做不闻 我有什么错 而且我除掉落矮吕不韦 将王权收回 现在又攻灭韩卫两国 寡人这个秦王 当得很差劲嘛 寡人又有什么 不敢去见列祖列宗的 你这个吕不韦的孽种 窃据王位 已经是天理难容 还敢说自己 敢去见我嬴是先祖 完了 这不是戳政哥的废管子吗 政哥最大的阴影 就是绅士问题 他老爹为了他的绅士 亲自给他做宝 政哥也用逼死 吕不韦来自郑清白 从此政哥的绅士问题 又再也没有人敢提起 现在迎策 这位前任大宗伯 又提起此事 分明是想激怒政哥 王上冷静 他这是要激怒你啊 宇灵卫与寡人斩杀此人 身后叛军蜂拥而上 将宇灵卫团团围住 并且切断了宇灵卫 退回教学楼的退路 本来我们人数就不多 现在宇灵卫又让人家给围了 这特么还打个屁仗 来人把王上控制起来 太傅你要干什么 张将军 此时王上情绪太过激动 不宜指挥 还是让王上休息一下 我及时也明白 按王上现在的状态指挥 除了全军覆没 没有其他的结果 指示宇灵卫的战力 虽然比不上全服武装的匪军 但是战斗力却也不是这些新军能比的 不过三千多宇灵卫 在尽万叛军的围杀之下 竟然还能节阵自保 指示叛军的人数毕竟远超宇灵卫 而且宇灵卫已经六个时辰 没有进食 体力跟不上 宇灵卫伤亡逐渐增大 太傅 再这么下去 宇灵卫非全灭不可 我亲自带匪军出战 先把宇灵卫给救回来再说 瞎小子 此去 就算就回宇灵卫 也不过是增长了我们这边支持的时间 如果没有援军 早晚也是被灭的命 但是能多支持一会儿算一会儿 匪军随我突击 瞎小子 汉军的后阵一片混乱 这是援军到了 暗示来的是谁 还不清楚 此刻反倒不能贸然出战 杀出重围 回到教学楼 这不是天雷的爆炸声吗 现在世上手上 还有火药的 只有王俭的公罩部队 还有五百斤 暗示那却是初级的火药武器 需要埋下 并且点燃银线之后 才能有杀伤力 除此之外 还有天雷的 只有一个地方 武器研究所 难道是白胜到了 果然 不多时 一人左手提剑 右手提着一个小瓶子 永不可当 瞎大 瞎二 瞎三 农夫 我装上的这些农夫可不是一般人 那都是百战余生的老兵 虽然年纪大了些 或多或少的 也有点残疾 暗示那作战的经验 却是没得说 叛军根本不是这些农夫的对手 反攻的时候到了 援军到了 随我杀出去 雨林卫 匪军甚至百官学子 纷纷杀了出去 叛军本来就被瞎大这只骑兵 给搞得焦头烂了 现在又被瞎人带人冲击 整条战线立刻摇摇欲坠 刚才自己还占近上风 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 他 剩下的战斗 没有持续太久 不过半个时辰就结束了 大批叛军气血投降 家大 你们怎么来了 主上 我们再装了 看到学宫这边好像火起 瞎三角成块 来查看了一圈 发现有人在围攻学宫 我们顾摸这是出事了 这不带着大伙就来了 要不是你们当机立断 带着人过来之远 绝功飞毁了不可 还剩呢 来了来了 这是你研究出来的 正是小的研究的 大秦的匠人 果然不能小看 竟然这么快 又用火药发明了手榴弹 这玩意还有多少 回主人的话 还有三四百颗 还有三四百 刚才瞎大他们 最少用了不下五百 现在竟然还有三四百颗 白圣到底是做出来多少啊 他的火药又是从哪里来的 毕竟做火药的那几位 都被嬴政搞走了呀 不过 现在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 加大 你带着你的人 跟雨林卫一起 做清学宫残留的叛军 遗助不能放走一人 诺 太父 刚才寡人失态了 刚才是臣 行为无状 请王上恕罪 你也是为了寡人 寡人心里明白 何罪之勇 迎策那恶贼抓到没有 迎策好像逃了 绝不可放跑迎策 太父 死要见尸 诺 王上现在叛军已破 王上还是先回咸阳吧 寡人不走 寡人倒要看看 还有什么妖魔鬼怪会跳出来 算了 你愿意在这待着就待着吧 我可得想办法善后去了 医学院的学子 给受伤的人智商 职堂赶紧弄饭 没看大家都已经饿成啥样了吗 瞎人自顾自的安排善后的事项 王上叛军还有什么手段 咱们可不知道 就连还有谁是叛军 咱现在也无法分辨 还是先回咸阳吧 王上 蒙武尚将军说的有道理 迎策不拘了八年 谁知道他还藏了什么后手 王上回到咸阳 可坐镇征书 国中不至于大乱 你们都不要说了 寡人心意已定 咸阳要回你们回 反正我是不会回的 瞎大带人回来了 还带回了不少幸存的羽灵位 和叛军俘虏 现在学工可用的兵力 加上瞎大带来的农户 也不过就是一万人上下 但是俘虏却有五六千人 我还要分出部分人手 去看管俘虏 带抛掉伤兵 我真正能投入战斗的士兵 只有不到七千 就这点兵力 还是觉得心中不安 但是现在 除了手头上的这些士兵 他也的确不知道 还有什么军队能用敢用 有一路人马没打骑号过来 为首的自称姬无心和赵高 这两人都是朕的心腹 想来应该不会这么容易投敌 应该还是可以信任的 匪军的护卫随我去来山门见两人 这种时候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别说这支队伍 还真是姬无心和赵高带来的人 咸阳的事都已经办好了 启禀王上 咸阳中的叛党除少数人抵抗逃走之外 大部分都已经被我等捉拿 寡人命你们不下了天罗帝王 你们竟然还会让一些人逃走 你们还有脸来见寡人 本来奴婢等人已经安排好人手 去追捕那些叛党 听闻王上在学功遇险 奴婢等心忧王上安慰 这才召集了人手赶来豁架 所以 所以是寡人耽误了你们 奴婢绝对没有这等丧良心的心思 王上明见了 你们没有兵符 五位是怎么调出来的 姬无心 此时心中已经将赵高祖上十八代都给骂完了 要是自己真的立下救驾之功 那么吴赵调动虎卫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但是来晚了 救驾之功没有了 现在王上问起调动虎卫的事情 自己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姬无心干脆也跟赵高一样 一言不发 就是磕头 看到两人的样子 我其实心里也明白 赵高和姬无心两人也是为了救我 才调动的虎卫 但是没有赵叔 没有虎福 就敢擅自调兵 不管是因为什么事 如果此事不处置 那么以后大秦的制度将形同虚设 大秦的军队 要是谁都可以去调动一下 那这天下还是我的天下吗 这两人到底该如何处置 用了 怕手下的人寒心 轻了 又起不到作用 王上 既无心和赵高 虽然有无赵调兵之罪 念在两人也都是为了王上的安危 不如曾经处置 那你说 该如何处置 王上 不然这样吧 罚两人个万斤 用来奖赏救驾有功的将士 如何 就按丞相的意思办 两个狗才 还不快谢谢丞相 谢丞相 行了 起来吧 按虎卫配合与林卫 轻角叛军 黑兵台和安卫护卫寡人 和百官的安全 太傅 北军还是继续保护扶苏 务必要保证扶苏的安全 本必保太子无事 嬴政满意的点了点头 就在大家都认为 事情已经告一段落的时候 瞎人却猛然发现 黑兵台卫视中 有几人的行动不对劲 这几人越过其他的卫视 不断的向嬴政靠近 迎策八年的布局 该不会是连黑兵台 都给渗透了吧 王上小心 捉拿刺客 留个活口 玄胡子 玄胡子前辈 救命啊 实际太多 需要马上手术 那还等什么 赶紧送医学院 瞎人抱起嬴政 就往医学院冲 这一刻 他特别庆幸自己 当时修学工的时候 有意将医学院修的 离教学楼比较近 把嬴政送进医学院的手术室 瞎人才退了出来 这间手术室 从建成之后 就一直没有机会启用 谁都没想到 嬴政却是第一个 使用手术室的患者 郑哥 你还没有统一六国呢 千万不能死 我只问你一句 让你刺杀王上的 是不是嬴策 快说 是谁指使你来的 来人 用刑 鸡大同龄 此时你也不适合再审刺客 你什么意思 与灵卫 匪军何在 将黑兵台天网众人拿下 敢反抗者 格杀勿论 太傅 我对王上忠心耿耿 你要拿我 鸡大同领何必激动 毕竟刺客 是从你黑兵台冒出来的 我也只是以防万一罢了 鸡无心 刺客来自黑兵台 你身为黑兵台大统领 难辞其咎 赶紧束手就擒 如果你真与此事无关 自然会还你一个清白 罢了罢了 拿了我去就是 将这些人严加看管 稍后我与丞相 尚将军自有审理之法 望你好自为之 因为怕打扰玄胡子动手术 众人就在医学院外 等着玄胡子的消息 过了差不多一个时辰 玄胡子才从手术室里出来 前辈 王上怎么样 王上难道不行了 谁说王上不行了 我就是脖子酸了 活动活动脖子 看把你吓的 要不是看你岁数大 非给你一个大鼻斗 让你明白明白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那王上现在情况 到底怎么样了 刀子虽没沾到要害 已经手术缝合了 但是失血太多 需要输血 医学院中堂的血不多了 怕是不够 敢问前辈 输血何意 就是从别的人那里抽出血来 挂入王上体内 这如何可行 光使血脉岂容他人侵染 该如何跟他解释 人的血其实都差不多 血脉这种事情 纯属虚无缥缈之说呢 但是现在嬴政等着输血呢 等给这些人解释清楚 怕是嬴政 也就不回来了 扶苏 到你发挥作用的时候了 玄虎子前辈 扶苏乃王上亲子 你试试扶苏的血 王上能不能用 要用其他人的血 给王上输进去 这些人怕是不会答应 如果扶苏的血 能用那就最好 毕竟扶苏是嬴政的亲儿子 用亲儿子的血血就付钱 这本来就是一桌佳话 玄虎子将扶苏带了进去 王婉却带着王姐 蒙武站了过来 太父 王上吉人天相 自然不会有事 但是怕救回来之后 也需要保养身体 国不可一日无君 是不是可以请太子先监国 这时候还不是扶苏继承 秦国王位最好的时候 此时说这是言之过早 还是先看看王上的情况再说 郑哥千万要活着 现在你可还不能死 扶苏跟着玄虎子进去后 没多久就出来了 众人迎了上去 发现扶苏脸色惨白 却面露笑容 配上了 让厨房赶紧弄些补血的东西过来 各位请放心 玄虎子前辈说 沽的血型与父王完全可以匹配 父王应该会逢凶化吉 平安无事的 小子 秦王活了说要见你 你给我进去吧 怎么只见瞎人 在这种时候 谁单独去见嬴政 都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但是玄虎子的态度很坚决 除了瞎人 谁都不让进 眼看众位大臣 就要跟玄虎子吵起来 瞎人立刻打起了圆场 让丞相跟我一起进去吧 王上如果要怪罪 就怪罪我好了 来了 王上 还没死呢 这么喊根叫魂似的 也不嫌晦气 太夫 臣在 寡人怕是不行了 太夫要辅佐好我儿 继承祖业 万不可追我大秦深威 王上不要想太多 玄虎子前辈说了 王上你没有大爱 只需安心敬仰就是 自有好起来的一天 国不可一日无君 丞相 臣在 待会你去米兆 寡人传位于 王上 不是传位 是坚果 嬴政显然有些诧异 艰难地看了看虾仁 却发现 虾仁眼中都是真诚 就医太夫 丞相 米兆 命扶苏坚果 臣马上去办 太夫 扶苏还小 国事还需要你多操心 太夫当为相国 这话一出口 虾仁和王婉都冷住了 大秦制度 官职的最高领袖是相国 丞相不过是相国的副手 但是吕不韦被嬴政逼死之后 大秦就在也没有败过相 而是用左右丞相处理相国的事情 而且相国与丞相的最大不同就是 相国位在上将军之上 也就是对军方有法理上的管辖权 而丞相却只能管理百官 现在王上让虾仁当相国 实际上就是把秦国的军政都托付给了他 王婉心里也有那么一点不得尽 自己当了这么久的丞相 却突然空降了一个顶头上司 好在王婉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 也知道相忍卫国的道理 臣立刻拟照 马上拜相 下官拜见相国 丞相快快请起 你先出去吧 寡人还有话要对相国说 相国 寡人今日深遭此恶 乃寡人太过阴郁而至吗 扶苏万不可重走寡人的老路 王上此言 臣不敢苟同 王上雄才大略 虎氏六国 乃华夏千年不出的英主 怎可用阴郁二字 这次不过是王上一时大意而已 不算什么 相国果然会宽慰我心 多的我就不多说了 相国要保护好扶苏 王上放心 我绝对会保护好扶苏 如此 相国且去 帮寡人换扶苏进来 拜见相国 嬴政还在里面躺着呢 整这一出是准备给谁看 各位快快请起 免礼免礼 恭喜相国了 上将军莫要打去我 我哪有当相国的能力 相国的能力 大家有目共睹 莫要再自签了 上将军还真有事 要上将军去办一下 相国请吩咐 叛贼营策 既然已经布局了八年 连黑兵台中都有他的人 那其他地方也未必没有 现在当务之急 是召回在外的秦军 除了捍卫两国故地 需要留兵驻守之外 其余大军全数撤回 寒谷关内 相国所言甚是 只是没有王兆 我私自去信的话 他是不妥 王兆好办 回头我请监国太子 颁下诏令就是 上将军再附上 你自己的书信 可保万无一失 另外劳烦上将军 再去看看蒙武将军 如果蒙武将军 没有大碍的话 也请蒙武将军 同样修书一封 我现在就去 等到王兼走了 扶苏从楼里出来 眼角还挂着泪珠 百官一见扶苏 立刻齐刷刷地跪拜在地 扶苏有些不知所措 让百官各行其事 免 免礼 百官免礼 各自去忙吧 这孩子还是没明白 我说的话 百官慢慢散去 瞎人将扶苏 带回了自己的办公室 今天他要好好的 给扶苏上一课 扶苏 现在你是监国太子 想怎么干 师父 我想办几件事 第一 先把那些师位素餐 不能勇于认识的官员 给撤掉 换上一批能干的官员 第二精兵 大秦的军队太多了 百姓早已经不堪其父 现在天下无不惧我秦国 不敢放我将界 正好可以让一部分士兵 卸甲归田 只留下那些百战老兵 来维持我大秦军队的战斗力 第三 师父生气了 难道我说错了什么吗 扶苏 你这样做 是在给自己造灾 师父 为何如此说呢 我不都是为了大秦吗 扶苏啊 我来问你 你现在是什么身份 我是太子啊 监国太子 那你父王驾崩了吗 没有 玄胡子前辈说 只需要疗养一段时间 就可以恢复了 扶苏啊 你现在只是一个监国而已 你父王还没有驾崩 如果你现在就大动干戈 你觉得放在你父王的眼里 他会怎么想 他会认为 你是在迫不及待的夺权 你要是真的这么干 等你父王恢复之后 你所有的举动 都会成为你的把柄 不但你推荐的人 官位不保 你的太子之位也不稳 甚至还有性命之忧 师父 你过滤了吧 父王不会这么对我的 孩子 最是无情帝王家 以后你会明白的 你现在最好的做法 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朝廷正是原来怎么干 现在还怎么干 军权除了东宫六帅之外 其他的碰都不要碰 全部交给两位上将军 就是了 那还要我监国作甚 那我不就成了泥肃木偶了 你以为监国是让你干什么 你就当好你的吉祥物 就是了 听了瞎人的话 扶苏显然有些沮丧 瞎人倒是很明白 他现在的想法 好容易手上有权力了 却只能看不能用 这的确有点憋屈 还得想办法开解一下扶苏 免得这孩子钻了牛角尖 扶苏啊 你今年还小 太子也没当上几年 现在你要在秦国大动干戈 朝廷上下的官员 有几个能听你的 朝廷自有法度在 他们敢不听 孩子 你这就有点想当然了 这天下间 杨凤因为的事情多了 想做事很难 但是想要不做事 哪能想的借口就太多了 朝堂之上盘根错节 你还想清理那些 失位素参的官员 你知道这些人背后 都站着什么人物吗 你父王是雄主 他都没有把人给撤了 自然有他的道理 你要做的 就是揣摩你父王的道理 师父 我有点明白了 那我现在是要静观其变吗 如子可教也 你现在又没有自己的人 就算把那些人给撤下来 权力也落不到你的手中 你真以为有个监国的名头 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当然 相安无事最好 但是要真有人不把你放在眼里 有意挑战你这个监国太子的权威 你放心 师父收拾他 那就多谢师父了 你虽然是监国太子 但是朝廷之中 文有丞相 吴有上将军 军政知识都有人负责 所以你的学业不能断 每月起码要在学宫上半个月的课 没问题 师父 你不回咸阳吗 你现在可是相国呀 我这个相国 跟你这个监国太子一样 都是个摆设 所以我也不打算回咸阳开府 就在学宫挺好 真要有啥军国大事 送到学宫来 也不是不行 这样真的好吗 没啥不好的 就按师父说的去做就是了 相国 丞相派人来学 说照书已经你好 请您过目 通知文婉 他定了就行 让雨林卫和虎卫 护送扶苏和百官回朝 那 安排好一切 下人才真正有空 开始复盘最近的事情 一桩桩一件件事情摆了出来 还是觉得哪里不对 明面上看 幕后的黑手是盈侧 但是盈侧 又是如何跟阴阳家 勾打起来的呢 而且盈侧 既然都在黑兵台 埋伏下了人手 随便找个机会 把嬴政刺杀了不就是了 那为什么还要等八年 盈侧究竟在等什么 算了 想不明白 就不想了 万事不钻扭脚尖 反正不管幕后黑手是谁 总归会露出蛛丝马迹的 现在要做的事情 就是重新修缮学功 回头等嬴政好了 非要嬴政赔不可 这他妈都是为了他 他不掏钱 谁掏钱 我的好师弟 想师兄我了吗 师兄 你可回来了 我还担心 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呢 毕竟也是黄土 埋到脚脖子的人了 真要出点啥事 我可得后悔死 你这小子 说话还是那么损 亏我还为了你 连心心念念的 飞天大典都错过了 进来吧 刘邦 你怎么在这里 这小子跟几个兄弟 发现了刺杀秦王的工程奴 跟操弩的干起来了 本想立个功 谁知道叛军来了 这几个小子 被叛军追得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要不是碰上我 小命就没了 再怎么说 也算是立下了功劳 自去找太子领功就是了 太父 我们不想立功 我们是有一个重大发现 要来禀报太父的 什么发现 墨家令牌 这是哪里来的 从操弩的人身上找到的 而且我们查过那架工程奴 没有发现任何 大秦工房的记号 大秦的每一架工程奴 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工房记号 甚至每一个零件上 都有匠人的记录 这样如果工程奴 出了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找到源头 但是如果任何记号 都没有的话 那只有一个可能 这架工程奴是私人造的 墨家很早以前 就已经投靠了大秦 在大秦乃至在学宫 墨家的地位 都在其他诸家之上 墨家没理由去刺杀秦王啊 刘邦 你先出去吧 诺 怎么 想不明白 想不明白 如果墨家与迎策 勾结在一起 那墨家屠杀呢 既然想不明白 那干嘛不找 缠贤子那个老货 来问个清楚 他是墨家巨子 墨家刺杀王上 他能跟我说实话 问问又有什么关系 我那边士气还多呢 啥是非要把我 喊到这里了 墨家缠贤子 见过大秦相国 小子 你啥时候 又成了秦相了 这种小事 待会再说 巨子 请看这个 向李氏入秦 被称为其末 专心研究技术器械 向夫氏则在其 被称为其末 以心想要弘扬莫迪的学说 相对柔和 邓灵子一派却不同 邓灵子是墨家第一剑术高手 剑术之高 天下罕有人急 莫迪死后 邓灵子入楚 被称为楚墨 带出了一堆徒子徒孙 以侠客自居 专管天下不平视 只是他们的想法太简单 认为只要简单粗暴的 除了当官的 百姓的日子就会过得好起来 所以邓灵子一派也是三墨中最有侵略性的 三墨都觉得自己才是真墨 其他两派都是别墨 相互之间水火不容 邓灵子一脉 虽讲究以武力解决问题 但是毕竟走的还是侠之一道 是人以侠墨成之 但是楚墨巨子梦盛 带着自己清传弟子一百八十人 皆死在阳城之后 楚墨就变了 咋变的 孟盛赴死之前 将楚墨巨子之位传与田香子 但是孟盛之死 让楚墨势力大损 田香子无力控制楚墨 只得另外收了大批门徒 只是这些门徒参词不齐 反倒毁了侠帽的名头 从以前行侠仗义 变成了无恶不作 禅贤子娓娓道来 只是语气中多了几分唏嘘 后来听说 楚墨投靠了楚国王室 成了王室专用的杀手 只是不知道为何会入秦 为楚国王室效力 那就说得通了 楚国与秦国通婚多年 说句不客气的话 秦国宗室中 不知道多少人有楚国的血脉 楚国能跟迎策搭上线 也是很简单的事 楚国先是鼓动迎策 用了八年时间布局 然后怕迎策引起秦国的怀疑 又派楚墨入秦 打响刺杀嬴政的第一枪 句子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你小子既然知道了 其中有楚国人掺和 那还不赶紧控制住楚国使团 对 还有楚国使团 在知道刺杀嬴政这事 与楚国有关之后 虾人拜别了鬼谷子 和禅贤子两人 带着搜查出来的楚墨令牌 赶到了咸阳 虾人一刻都不敢耽搁 直接进了宫 师父 你怎么来了 楚国使团可还在 应该归国了吧 昨日向我辞行了 走了 赶紧派人把楚国使团给追回来 师父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要追回楚国使团 楚国使团有可能 是刺杀你父王的幕后黑手 什么 师父 证据确凿吗 这可是关两国的关系啊 你追上楚国使团 只需要搜查一番 自然就有证据了 再说 现在大秦怕他楚国吗 师父说的有道理 因为对虾人一直以来的信任 扶苏最终还是决定听虾人的话 派人去将楚国使团给追回来 一对羽灵卫 风驰电掣一般冲出咸阳 很快 羽灵卫出城的消息 惊动了往晚 这位老丞相 现在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让他神经过敏 立刻进宫 去找扶苏问的究竟 是才老臣听闻太子派人 去追回楚国使团 不知为何 是我请太子殿下下令 追回楚国使团的 相国将楚国使团追回来 总要有个原因吧 这是在学宫现场 发现的楚墨的令牌 楚墨 所以相国的意思是怀疑 自杀王上之士 与楚国有关系 不愧是大秦老臣 幻海沉浮日久 听一句话就已经知道了我的意思 目前的种种迹象 表明 赢策谋反之士 与楚国是脱不了干系 那相国是想搜查楚国使团 那是必须的 相国 楚国使团代表着楚国 你如果搜查楚国使团 那相当于把楚国的面子 摔在地上踩 怕是会影响两国关系 而且赢策之乱尚未结束 国中还不知道 有多少赢策的同党 内患不除就贸然与楚国翻脸 我大秦做好准备了吗 如果引来 楚国与其的各国联军 罚我大秦 赢策与党又趁机作乱 内外加工之下 怕是我大秦有轻负之威 相国要三思啊 我有一问 还请丞相替我解惑 相国请说 请问丞相 在我大秦灭了韩魏两国的今天 其他各国对我大秦的态度如何 惧怕居多 丞相说得不错 现在天下各国 对我大秦惧怕者甚多 那么 我再请问丞相 迎策谋乱 消息可能瞒得过天下各国 想要瞒 那是吃人说梦 既然瞒不住 你猜各国会不会趁着迎策内乱的机会 发兵攻打我大秦啊 嗯 我大秦连灭韩魏两国 本来就给列国照上了一层阴影 不然李牧又怎么会偷袭北帝郡 我相信 各国已经在暗中商谈 如何破秦 而迎策之乱 恰好是各国破秦最好的机会 即便我不搜楚国使团 甚至李送楚国使团出秦 难道楚国就不会出兵了 丞相 你也是大秦的老臣子 列国纷争多年 你怎会还如此天真 往往听到瞎人说他天真 心里那叫一个 差点一口气没上来 所以反正与列国一战 已经是无法避免了 我又何必给楚国留面子 而且如果查出来 楚国使团真的与刺杀我王知识有关联 那岂不是楚国送上门来的口实 我大秦伐楚 师出有名了 老臣见识不明 险些误了国事 请太子殿下治罪 刚才我的话虽然有点重 却没有责怪老丞相的意思 老丞相这是作甚 丞相不可 老丞相 列国伐秦 已经是板上钉钉之事 还有很多事情 要劳烦老丞相 以后丞相要干的事还多着呢 老臣敢不孝权马之劳 看来列国伐秦的日子 确实不远了 好在已经跟王俭打过招呼 让扶苏和王俭 将在外的秦军 全数调回关内 在寒谷天险面前 列国占不到丝毫便宜 现在唯一可虑的就是赢策 这要是让赢策逃出秦国 一患无穷 这一肉 被追兵追得上天 无路入地无门 仅一遇十几十年 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迎策带出来的数百人 一路上为了迎走追兵 人数也在不断减少 等他逃到上庸的时候 身边仅仅剩下二十来人 但是唯一的好消息是 他儿子迎锐也逃了出来 很快就能来上庸 跟自己会合 在上庸的深山中等了两日 迎策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儿子 但是当他看清楚 儿子身后跟着的人的时候 猛然发出一声怒吼 你这贱人竟然还敢来见我 我的大宗伯 火气不要这么大吗 贱人 若不是你 我怎会落到这般田地 还有 我早已经不是大宗伯了 大宗伯说的哪里话 怎么是我让你落到这步田地的呢 你我认识也不过一年多时间 但是你老人家 可是在八年前就开始布局了 我只是给你提供了一个 动手的机会而已 你还好意思说 若不是你在中间牵线打桥 我又怎会跟处人联盟 却又怎会失手 楚人一向做事不牢靠 大宗伯是第一天认识楚人吗 你牢靠 你跟我说引李牧攻北帝郡 结果如何 李牧被扶苏那个矛头小子给击败 反倒让扶苏解了诺大的声望 我看你办事也不是很牢靠 北帝郡之事 只是一个意外 瞎人心机之身 我也没有料到 大宗伯不是也没有料到吗 瞎人 瞎人 行了 现在想瞎人有什么用 我来这里 是想跟大宗伯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的 下一步 你这贱人又想干什么 我干什么 我要是不是为了大业 我何必来寻大宗伯 我自回赵国便是 但是大宗伯呢 从此就像丧家之犬一样四海为家 父亲 周姑娘绝对没有恶意 不如你老人家 好好听听周姑娘的想法好不好 你给我闭嘴 你想干什么 就直说吧 那我得先知道 大宗伯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我在蜀地有旧部 我打算去蜀地 召集旧部 反攻咸阳 如果大宗伯要去蜀地 为何不在汉中直接入蜀 为何要到上庸来 大宗伯到现在还不愿意跟我说实话吗 周姑娘果然聪明 那我也不瞒你了 我要去楚国 去楚国 刚被楚人阴了一手 还敢去楚国 我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干出这样的事来 天下列国除了楚国 已经没有哪个国家敢收留我了 不去楚国 我又能去哪里 大宗伯去楚国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楚国看似强大 实则外强中干 一旦秦国知道你在楚国 派出大军问罪 楚国必然会将大宗伯送给秦国 那一股难之见 我该怎么办 哪国都不去 大宗伯还不知道吧 嬴政被你的暗手刺杀 虽然未死 却也不能理事 现在是扶苏那个小子坚国 秦国自顾不暇 嬴政竟然还没有死 这家伙的命未免也太硬了 而我收到的消息 列国准备趁这个机会联军伐秦 大宗伯不如收敛你的手下 也作为一方诸侯加入联军 这样一旦是成 你就是秦国之君 周姑娘所言甚是 不过你如何保证列国不会食言 别用什么盟约来糊弄我 你我都明白那玩意没啥用 周宇竹一时与色 他是真没有想到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银策还会如此清醒 不如这样吧 周姑娘继续联络列国伐秦 我也不去楚国了 我去蜀地拉起一支精兵等到列国臣兵喊谷官的时候 我在蜀地起兵 让扶苏首尾不能相顾如何 既然如此 那就提前祝大宗伯心想事成了 也祝周姑娘此行顺利 楚国使团终究还是被追了回来 经过仔细的搜查 果然在楚国使团中发现了楚墨的人 楚国使臣向扶苏表示强烈抗议 但是并没有有什么用 扶苏深恨楚国参与了刺杀嬴政之事 下令将楚国使团全数勘压 各位 王上遇刺 迎策作乱 列国绝对不会放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一定会联军伐秦 大秦能做的只有权力备战 今天请各位来的意思 就是商议一下如何抵御列国的攻势 那还有什么想的 兵来将党水来土掩 别说只有四国联军 当年六国联军在寒谷官下也没有占到便宜 能说出这么无脑的话 真他们想对他一顿 但他可是应血的父亲 我未来的老丈人 本来关系就不咋地 要是再恶化下去 怕是应血 再想嫁给我就难了 黄将军此言不虚 我大秦将士确实不惧列国 不过 如果我们真的将主力 防守寒谷官的话 内关外的土地 等于拱手送给列国 关外土地上的秦人 怎么办 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管带兵打仗 战略非我所长 相国 何不就在河东与列国决一死战 河东地势平缓 最适合大兵团作战 我大秦列阵之后 除了魏武族 无人可冲破我大秦的阵线 我想列国也不会是我们的对手 而且河东入秦百年 我军也能就地补起 优势在我 蒙上将军说的有道理 河东确实是最合适 我们与列国决战的地点 但是 上军 北帝军 蜀军怎么办 嗯 是在讨论如何应对列国发起吗 怎么提起了这三个军 相国所虑正是我所虑 老王 不要故弄玄虚 赶紧把你的顾虑说出来 王简 上将军 你就给大家说说吧 如果我是李末 我不会率军去河东军与我军对战 而是会袭击上军和北帝军 这样可以绕过韩谷关 冰封直指咸阳 蜀的是我大秦的狼仓 我大秦能持续保持对山东列国的战略优势 蜀地出力不小 如果我是储君主将 我也不会让主力去河东 而是袭扰蜀军 不求能攻下蜀军 只要让蜀地糜烂 蜀的狼仕不能送到关中就行 如果列国如此禁军 我大秦如何应对 这还怎么打 不过就列国那些人的脑子 能想出这样的作战方法 其他各国主将如何想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赵国一定会暗王捡上将军 说的那样做 李牧用兵骑轨 之前偷袭北帝军 就让我们大秦措手不及 如果不是林湖临战反水 北帝已经落入李牧的手中 所以这次列国伐秦 赵国出兵 一定会偷袭我们的上军和北帝军 不可不防 我这脑子也懒得去想了 反正一切暗像国和两位上将军 说的去做也就是了 你都是快做阅仗的人了 怎么还是这样不动脑子 阅仗 什么阅仗 完了 说错话了 所以我的想法是各个击破 相国如何各个击破 糊弄过去了 我大秦现在可以动用的战兵 起码有六十万 请蒙捡上将军 蒙田将军 率十万助手上军 另外 我将灵活人调给上将军 务必不能让李牧前进一步 诺 楚国如果攻暑 必然要从加盟走 杨端和将军 末将在 我与你和李信将军 十万人马助手加盟 不可放储君过来 诺 蒙武上将军 伤势可有妨碍 这点小伤算什么 不妨是 那就好 蒙武 王奔 标攻 还以 末将在 命蒙武为主将 王奔 标攻为副将 统兵三十万 在河东与列国对峙 蒙武 将国 如果列国没有像你想的那样 而是集中兵力在河东怎么办 桓将军问得好 如果列国将全部兵力投入河东 那对我大秦 反倒是一件好事 如果战况真的 如桓以将军所言 那王俭将军 初上军攻照 杨端和将军 初家蒙公储 我就不相信 这两国不回师救援 两国如退 仅靠齐艳两国在河东 那还不好办吗 还是向国滑头 你才滑头 你全家都滑头 这要是换做别人 我已经上去给了好几个大逼兜了 但是说话的是还宜 我能怎么样 还应雪还没过门 我总不能先把未来的老丈人 给打一顿 算了算了 就当没听见吧 杨端和是秦军将领中 不多的稳健派 他打仗讲究的就是稳扎稳打 绝对不会轻易冒险 什么骑兵险招 在他这里都看不到 每一次统兵 都是以堂堂正正的兵力 与敌人作战 所以他作为镇守的将领 最为合适不过 而李信则不同 李信是秦军年轻一辈的将领 身上一股子年轻人 风风火火的冲进 我将他们二人组在一起 就是想用李信的冲进 与杨端和的沉门组合一下 杨将军 此去蜀地 你任重而道远 蜀郡关系我大秦的后勤功应 万万不能出错 向国放心 末将绝对不让蜀郡出事 另外 你在加盟驻兵抗处 但是蜀郡不能乱 你还要分出点精神 关注蜀郡内部的情况 万不可让有心人搞乱蜀郡 向国 你是说迎刺会流窜到蜀郡去 关中都快翻过来了 都没有发现迎刺的踪迹 他只有两条路 一条就是逃到外国 以宗室之名 成为他国的傀儡 而另一条路就是入蜀 在蜀地 招兵买马 搞乱我的大秦的后方 所以 我现在最担心的 反而是蜀郡 杨将军 你尽快出发吧 诺 李将军 此去蜀郡 你是副将 必须要听杨将军之令行事 不可肆意妄为 向国放心 我一定听杨将军的话 那你们去吧 重生以来 我还是第一次 做这样的战略规划 这次如果失败 那秦国面临的 就是灭国之祸 无数人将会丧生 那可都是一条条鲜活的人命 我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向国我们也出发吧 二位 你们却不能这样 大摇大摆地出发 你们可要玩一个花火 列国在我大秦 安插了不少细作 我们大规模的调兵 瞒不过那些细作 所以调兵 只能在暗中进行 你们既要在规定时间里 将大军调到指定位置 又不能让列国的细作给发现 可能做到 两位尚将军 我有一侧 供两位尚将军参考 向国请讲 王俭将军这一路好办 就将大军分成数百路 分别出发 借口就是搜查迎测 玩过列国细作 向国此计大瞄 我这就去安排 且慢 带蒙上将军的办法想好 我还有其他事情交代 向国 我这边也可以按照 王俭上将军那样 将大军分成几百路 然后再指定地点会合 你这边反倒不用 你与王俭上将军不同 我要你大张旗鼓 多致惊奇 务必让列国细作 都知道我大秦的主力 接在河东 最好能让细作觉得 我大秦的战将 除了杨端和和李信将军 入署之外 其余有名战将 接在河东摆出一副 要与列国决一死战的架势 向国这是想把列国的注意力 都给吸引到河东 正是 如果能将列国的注意力 都引到河东 杨端和那边 和王俭上将军那边 就会便利很多 能让我们更容易地打赢这仗 只是你面临的压力会大一些 老夫打了一辈子仗 什么样的苦仗恶仗没有经历过 这得压力算什么 向国放心 老夫必不如使命 向国 现在能说 还有啥要交代的了 我已经命令 学宫的化学研究院 奇迹研究院 武器研究所 全力开工 给两位准备了5000斤火药 3000架连发弩 3000枚凌空火炮 一万瓶燃烧瓶 还有六门救炮 这些东西 只有你们两位主将才知道 事关重大 就连你们的副将都不能知道 向国 有了这些东西 莫说一个礼目 就算是三个礼目 也讨不了好去 要是给我机会 我能直接打到邯郸去 上将军好气魄 小心使用 各自安排去吧 开完了军事会议 瞎人并没有放松 将士们在前线厮杀 最重要的还有后勤保障 将领们走了 如何对前线将士 保持充足的后勤 却成了重中之重 瞎人移不来到 另外一间会议室 丞相王婉 带着官员 正等在那 拜见向国 我刚跟将军们 商议完军务 来迟一步 各位恕罪 向国操劳国事 我等又怎会怪罪向国 军事会议可开完了吗 已经开完了 各位将军 各自按令行事 价面就到我们后勤这块了 谁先来介绍一下 我大秦现在能动用多少粮食 向国 大秦国库中 尚有存粮一千六百万石 各地粮仓尚有存粮两千万弹 可供六十万大军一年之用 一年足够了 我预想中 这一仗最多三个月 三个月之后 要么秦军大胜 要么秦军大败 那能动用多少民夫 向国 此乃国战 如果在不动摇 我大秦根基的前提下 我大秦能动员民夫一百三十万人 如果事情紧急 还能动员两百万民夫 但是如果事情走到这一步 我大秦的根基必然大损 即便赢了 也是惨胜 一百三十万人 平均两个民夫供养一名士族 说实话是少了点 不过往往说的对 不能把家底都压上去 如果把家底都压上去 就算赢了 大秦也会元气大伤 想要继续冬出 每个十年休养缓不过来 到底是孤注一掷 还是考虑将来 这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向国 这还有什么可以考虑的 国战若败 大秦还有以后吗 此战我大秦只能胜不能败 只要能胜还考虑什么家底不家底的 李斯果然不愧是 嬴政统一六国的谋主 关键时刻 是真能给决策者下决断 李斯说的对 这一仗输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还考虑屁的将来 丞相 我需要你动员最少两百万民夫 另外再备下一百万民夫备用 下官这就去安排 唐内利 代丞相 动员完民夫之后 你将各地存粮 分别运到军中 至于送到哪里 我稍后自然会告知你 此时乃我大秦生死存亡之耻 诸位不必努力同心 共赴国难 又商议了几件事之后 王丸领头 带着众位官员赶回咸阳 各自忙碌 李斯却留了下来 李兄为何违反咸阳 相国 我有一册 相近献给相国 我心里其实很憋屈 侠人刚来的时候 我还主动送了一架马车给他 就是想把他拉倒我的阵营里来 可谁又能想到 侠人升官的速度嗖嗖的 这才多久 就已经是太夫 相国 霸侯 而我现在 却还只是一个上卿 而这次在关乎秦国命运的战争中 我并没有任何任务 没有任务就没办法立功 不立功如何能升官 所以思考再三 我还是决定献祭给侠人 搏一搏 李兄何必谦虚 有何计策 说来就是 列国罚战 卫文不罚交者 而今我们已经判定列国必然罚我 何不派使者走一趟七兆两国 出使又如何说 下官听闻 七国向国后盛滩才耗子 却深得齐王信任 不如潜衣能言善变之事出使齐国 以后礼曾后盛让他劝说齐王 不要参与这次罚秦 后盛此人众小利而轻大义 得了后礼 必然替我大秦说话 则齐国则必不罚兵 继续说下去 在潜衣试着同样携中礼去赵国 后赠照相国开 同样让赵国不出兵 不过出使赵国这一路 还有另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离间赵国君臣杀李牧 终究还是来了 对赵国使用离间计这招 我不是没有想过 历史上李牧就是死在秦国的离间计下 只是我一想到 一代名将竟然死得如此憋屈 心中总觉得不是滋味 我总觉得一代名将 不应该是这样的结局 所以一直没有用离间计这招 但是李斯现在提出来 我却不能不考虑 李斯一来是上卿 他的意见 我必须重视 二来列国罚秦 最大的威胁 还是李牧 不然我也不会安排王俭 去对付李牧 李牧为赵国最后一位名将 算是赵国的保护神 我大秦已经灭了韩卫两国 赵国在这样的情况下 还会重计杀李牧 乡国把赵国君臣看得太好了 郭开与李牧向来不和 一直在暗中诋毁李牧 赵王正是因为只有李牧能用 才留下了李牧一命 但是有多信任却不好说 李牧在攻我北帝郡之前 就被赵王撤了他大将军的职务 加上擅自攻北帝 损兵折将 赵王对李牧心中没有借地是假的 此时如果贿赂郭开 然后告诉他让李牧帅君打赢了大秦 这功劳就太大了 过该必剧 则李牧必死 李斯的这方话 合乎情理 有评有据 说的我都心动了 只是派谁去当使者 如果相国信得过我 寺院赴赵国 至于齐国 学功之中 不是有不少纵横家弟子 何不请一位走一趟齐国 我看律师齐先生就不错吗 那就麻烦李兄走一趟了 需要的财物 只管向丞相府提就是了 你终究还是没有 逃过离间计 你出使齐国 贿赂齐相后胜 劝说齐国 不要参与这次罚勤 送上门的功劳 相国 姿势体大 我需要一个帮手 快通 我两人一同出使 有什么事情还能商量 好 那就你两人同去其国 诺 师兄 可能又要麻烦你亲自出马了 老夫才回来几天 咋又要把老夫派出去 这不是事情难办 天下除了 老夫才回来几天 咋又要把老夫派出去 这不是事情难办 天下除了师兄 我实在不知道 该找谁去办吗 别别别 你可别着急 给老夫戴高帽 老夫一把年纪了 你可别折腾老夫了 有啥事让他们年轻人去干吧 老夫干不动了 你倒是听听 什么事啊 对 老夫不想听 我先走了 三十斤非天至尊 五十斤 请五十斤就五十斤 行吧 你说说我听听 事儿 你让我去救李牧 你小子能做个人吗 你又让人驱使李箭记 又让我去救他 好人坏人都让你一个人做了 你咋不亲自去救他 我这不是走不开吗 拉倒吧 你特么就是没脸去见李牧 反正你要是把活的李牧给我带回来 从此以后你的酒我包了 你自己想想吧 爱干不干 你不干我找黄石工去 我也没说不去啊 我去就是了 早这样不就没事了吗 叽叽歪歪的 我还拿捏不了你了 瞎人 我怎么看见鬼骨子前辈气冲冲的走了 没事 我只是请师兄去帮我办点事 他有点不情愿 我说了他一顿 你惹到他了 不是我说你 鬼骨子前辈都多大年纪了 你还要折腾他 就不能让他安心过几年好日子 以他的岁数还能活几年 这事可就是你做的不地道 回头 你得找鬼骨子前辈赔李道歉去 听着还应雪的碎碎念 瞎人不自觉的嘴角洋溢起笑容 多少年了 没有人在他耳边如此唠叨 应雪 等最近的这些事搞完了 我就去你家提亲 可是我爹爹还不知道是否同意呢 你与他之前有些误会 要是他既恨在心 不同意将我嫁给你怎么办 那好办 我现在是大秦相国 他要是不同意把你嫁给我 我就治他的罪 看他嫁不嫁 大秦相国就是给你娶媳妇用的吗 王上 你怎么来了 见过王上 王上 你伤还美好 不好好的 休息 怎么来我这了 怕是我打扰了你的美事吧 让王上见笑了 哎 男欢女爱是人之常情吗 更何况相国一直未婚 找个媳妇也是正经事 有什么见笑不见笑的 王上此来是想询问 面临列国罚秦的局面 我大秦的准备措施吧 正是 相国可将现在做了那些准备告诉寡人吗 相国这样安排 确实妥当 只是相国想过没有 如果列国不来罚秦 我们如此大动干戈 会不会有些劳民伤财 王上是说 列国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列国了 以前的列国 梁将辈出 如果知道我大秦有此一乱 必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 联军罚秦 但是现在列国已经没有了称霸的雄心 只是在苟延残喘罢了 而且我大秦兵威赫赫 列国即便知道了我大秦内乱 有机可衬 也未必有这个胆子敢犯我大秦 相国 如果列国不罚秦 我大秦该怎么办 还是王上知我 如果列国不罚秦 按照我的想法 我就罚赵 可是要罚赵 必先除掉李牧 这是自然 瞎人这才将李斯献策 用离剑计除掉李牧的事情 告诉嬴政 李牧 可惜了 一代名将来说 没能死在沙场 却死在自己人的手中 确实太憋屈了 如果可以的话 相国还是尽量留李牧一命 寡人不指望他能为大秦效力 只是觉得可惜而已 这也许就是嬴政统治下的秦国 能统一华夏的原因了 我要不要罚请鬼谷子去救李牧的事情 告诉郑哥 哎 还是等鬼谷子将李牧救回来 再说吧 相国 既然你这边已经安排好了 寡人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这是大秦虎符 凭此符 大秦百万将士皆可指挥 大秦就拜托相国了 夏人没想到 嬴政会把虎符交给自己 在他看来 这玩意应该是给扶苏才对 但是嬴政对自己的这份信任 却让夏人心中感动 臣谢过王上 如此 寡人的心就安了 相国只管放心去做就是了 秦王大印 我也交代赵高给扶苏送去了 大秦绝对没有人会撤走相国 嬴政这是将整个大秦都交到我手上了 臣敢不孝子 这是战卢剑交给你了 你现在可以代寡人行事 夏人虽然接下了战卢剑 但是却已经打定了主意 一会儿就把剑给扶苏送去 虎符可以接 但是这剑却绝对不能留在自己手上 这就获得了秦国最高权力了 瞎小子 大秦经过几个月的准备 做好了应对列国罚秦的一切准备 列国却一直没有动静了 难道真的被政哥给说中了 列国连这样的好机会都不把握 相国 莫似几抱 瞎小子 什么情况 看来我还是高估了列国 四国君王为了罚秦 搞了一个会盟仪式 谁知道为了谁当盟主 齐王跟楚王干起来了 两人都想当带头大哥 齐王说我势力最强 我最有钱 楚王说你强个屁 自杀秦王 这是是我手笔 两人互相争执不下 赵王煽风点火 唯恐天下不乱 只有燕王是真的想罚秦 燕国虽然离秦国最远 但是国力最弱 秦国如果缓个进来 灭焰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就因为齐楚两国 争执不下 这次会盟无疾而终 列国伐秦就这样不了了之 这也行 既然列国不伐秦 那就轮到我们秦国不客气了 经过两三个月的整肃 银策之乱造成的损失 基本已经被弥补 银策终究还是逃亡到了楚国 内患即除 那列国即将引来秦国的报复 但是瞎人却没有第一时间 向列国发动进攻 他在等赵国的消息 一国相国竟然如此奢华 国内风起可见一般 秦国上卿礼斯 拜见赵相 赵相万安 既是秦国上卿 不必多礼 不知道上卿来我赵国 是有何事啊 外臣此来 是为两国交好而来 既为两国交好 上卿应该去觐见我王才是 外臣虽是为两国交好而来 却轻怒赵相的风采 所以特来拜见赵相 上卿说笑了 我有什么风采可言 外臣此来 还给赵相送来了一份厚礼 上卿客气来就来呗 还带什么礼物 不知道上卿带了什么过来 一国相国竟然如此贪婪 一听到礼物 就连基本的义态都忘了 果然是鼎鼎有名的贪婪无度 为了钱和钱 啥都能干 啥都敢干 外臣此来 也不知道赵相喜欢什么 就带了二十万斤过来 送予赵相 赵相喜欢什么就买些什么吧 客气了客气 上卿太客气 上卿此来 怕是不光是给我送礼吧 看来还是小看了这个国开 不过也是 能登上相国这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置的人 怎能是普通人 赵相 我是来救你性命的 李尚卿 我记得你是法家魁首 怎么也选了纵横家那一套大言气人的把戏 有失身份了吧 做学问嘛 讲究的就是荣惠贯同 在下学歇纵横家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奇怪吗 我身为赵国相国 王上对我信任有加 身体自然也是没得说 却不知道李尚卿为何会说来救我性命 如果李尚卿说不出个一二三来 羞怪本相翻脸无情 赵相说的不错 阁架神兽赵王信任 这身体嘛 看上去确实也还不错 只是不知道赵相觉得 你在百官尤其是李牧心中 是个什么样的人 国开沉默 他怎会不知道 他在李牧甚至百官心中 是什么样的人 总逃不过宁城 奸臣这样的名头 纵然我在李牧和百官心中有些不堪 但是我毕竟是一国之相 首掌大权 他们又能把我怎么样 敢问相国 如果赵国伐秦 赵国何人为帅 李牧为了大赵大将军 自然是李牧为帅 那好 那赵相认为列国伐秦 能胜否 秦国内了 自顾不暇 列国齐秦伐秦 自然能胜 据我的了解 李牧与相国向来不睦 之前曾经多次上书谈和相国 只是都被赵王给拦了下来 相国估计已经恨李牧恨到骨头里 怎奈李牧手里有飞骑的兵权 相国奈何不得李牧 李牧伐秦 必然要聚集赵国全国之力 我记得之前大秦两路攻赵的时候 赵王就给李牧相国的虚嫌 只是后来秦军退走之后 赵王又给撤了 那相国猜一猜 如果这次赵王还给李牧相国的职位 李牧会不会像上一次那样好说话 届时李牧破秦 兵权在握 赵国上下对李牧又视为英雄 相国再猜一猜 李牧会不会借此机会 诛杀了相国 李牧想杀我 王上又怎会准许 相国 此确实没有想到 阁下贵为相国 竟然还会如此的天真 相国 大秦若败 天下列国 可还有谁是李牧将军的敌手 相国再猜一猜 在赵王心中 是统一天下的霸业重要 还是你郭开的性命重要 我从小就跟赵王一起长大 我又怎么会不知道 他是个什么德性 志大才输 野心又大 心眼又小 之前为了登上王位 不惜诋毁自己的兄长 是出了名的人品不端 而且据说老赵王的死根 他也脱不了干系 如果真像李斯说的那样发展下去 赵王绝对会牺牲掉我 换取赵国的霸业 请上请救我 相国何不先下守卫墙 上清是说先把李牧除掉 正是 只有先除掉李牧 才能免出相国的杀身之祸 但是王上会同意吗 毕竟大赵能战的将领 也只有李牧了 去年 李牧袭扰北帝郡 好像没有得到赵王的允许吧 像李牧这样手握重兵的臣子 赵王就真的放心 上清是说 李牧有谋逆之心 不是我说 而是李牧必须有 上清说的对 李牧必然有谋逆之心 听李上清一席话 叫我毛色顿开 我这就尚书我王将李牧调入邯郸 只要他进了邯郸 是生是死 就是我一句话的事了 我为秦国做成这事 虽说是就我自己的性命 秦国却也得了好处 秦国不会忘了我吧 相国如果能做成这事 我大秦必有后报 那就有劳上清了 燕门俊 李牧手中握着赵王的王赵 心中无限唏嘘 他的心中涌上一种不妙的预感 而他身边的司马上 同样忧心忡忡 老王要我在一日内 将赵国飞骑的指挥权交给你 让我赶回邯郸 大将军 邯郸怕是去不得啊 王令在此 我也不得不从 司马将军 飞骑就交给你了 这是我大赵最后的底气 你千万要带好 我将你一定不负大将军所托 有你统领飞骑 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你不用替我担心 我想王上估计是想找我商量罚情之事 不几日我就回来 大将军 要不要带些人回去 我是回邯郸树职 又不是回去打仗 带人干啥 我就带我的卫队回去就好 大将军保重 大将军 万万要保重 李牧又何尝不知道 在准备罚情的时候 回到邯郸 是凶多吉少 但是他心中还有幻想 赵王虽然人品不咋地 但是总不可能在这时候 将自己杀掉吧 毕竟那是得多脑残 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燕门郡到邯郸 有两日的路程 李牧和卫队一路赶路 入夜之后 留宿在井行 赵国国立日渐衰退 已经是日薄熙山 国中又有国开那样的 奸臣蛊惑赵王 而赵国的大敌 井国则名将辈出 君王贤明 现在有我在 赵国还能与秦国 有一战之力 如果我死了 单靠司马上这些人 又怎么是秦国 虎狼之师的对手 只是希望赵王 不要脑袋发晕 又停信郭开的什么谗言 不然赵国必亡 堂堂的赵国大将军 竟然在这里长虚短叹 要是传出去 不知道多少人要笑话 谁 老夫鬼骨子 来见见你这个天下名将 你是鬼骨子 纵横家宗师 天下还有人敢冒充老夫的 也对 宗师之微不可轻辱 还真没有听说 有人敢冒充 宗师一级人物的 后学礼目 变过鬼骨子前辈 小子 你还没有回答老夫的话 你身为赵国大将军 这么晚了 怎么不去睡觉 反倒在这里长虚短叹 怎么 有心事 我听说前辈 已经是霸上学功的祭酒 怎么有空来我赵国 你小子的奸哗 丝毫不弱于 瞎人那的小子 罢了 我就实话实说了 我此来正是为你而来 我与秦国并无来往 前辈为何要为我而来 我也不想来 只是瞎人那小子 怕你无辜丢了性命 非要我跑一趟 来救你回去 为了武师坛 非天至尊 我也只能跑这一趟了 前辈 我活得好好的 怎会有性命之忧 你也是个不老实的家伙 你真的不知道 这次回邯丹的危险吗 我回邯丹 不过是向我王树植而已 怎么会有风险 帐王在奎秋还没回来 你回去向谁树植 锅开吗 我还真不知道我王还在奎秋 还以为我王已经回到了邯丹 但是鬼谷子毕竟是秦国的人 在秦国的人面前 还是不要表现出猜忌为好 我王虽然未回 但是想来列国会盟之后 继兵伐秦 我王让我提前回邯丹 商议伐秦之策 也不是不可能啊 你身为大将军 竟然如此自欺欺人 你可知道 奎秋汇盟因为齐楚两国不睦 已经失败了 列国伐秦已成炮影 还商量什么伐秦之策 我的消息来自莫次 要比你李牧的消息渠道快得多 不可能 秦国内乱 这是多好的机会 齐楚两国又不是全是草包 也不伐明治之臣 怎会会汇盟不臣 咋的 老夫还能骗你不臣 齐楚两国虽然却有明治之臣 奈何君王不太给力 听不进去忠言 为了一个盟主的虚名 心生嫌隙 这慧盟嘛 自然也就不成了 慧盟既然不成 你以为赵国凭自己一国之力 就能干得过秦国 齐王和楚王这两个蠢货 齐楚两国君主如此 赵王如何 你自己心中有数 燕国鸡丹虽然有些才华 也不过是些小聪明 燕国国力又弱 即便慧盟成功 也就是个凑数的 以四国杂乱之兵 对抗秦国虎狼之师 能打得过才是见了鬼 即便慧盟不成 想来我王赵我 有事商议如何防范秦国 又怎会杀我 你以为这赵书就是真的 难道赵书有假 不能啊 我仔细查验过 绝对是真的 赵书当然是真的 只是发赵书的人 却不是赵王而已 不是我王 难道是郭开脚赵 他有这么大的胆子 他当然没有这么的大胆子 但是架不住 李斯那小子在一边窜度啊 何者好人是你秦国 坏人也是你秦国 这活儿让你们玩得挺花啊 秦国如此做 未免有些太下作了吧 大争之事 只讲利益 不讲手段 既要除我 前辈又为何前来告知于我 要不是瞎人 那小子心疼你是个将才 不仁见你就此云落 你以为我会来 前辈和瞎相国美意 林木心领了 不过李木生是赵国人 此事赵国魂 绝不会投降秦国 而且我料国开 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竟然在王上不在的时候 妄杀大将 前辈请回吧 邯郸我是一定要去的 果然是好言难卷该死的鬼 你既然听不进去 老夫还能说什么呢 只是你自己多个心言 莫要自悟 这就走了 不再努努力 但是鬼骨子的话 却给我提了醒 郭开恐怕真的会不怀好意 李木带着卫队 胆到了邯郸 刚到城门 就被一队士兵给拦住 然后李木就看到了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 赵聪 你不是在上党吗 咱们在这里 李木有些惊疑 赵聪是赵国宗士 也是赵王的心腹 更是跟郭开狼狈为奸 在军中的地位 虽然在李木之下 但是对李木向来不服 他出现在这里 让李木心中顿声警召 李大将军 我总算是等到你了 下马吧 我要进城 下马作甚 大将军别误会 前几日城中发现秦国戏作 相国下令 所有进出城门之人 都要严加搜查 我也是听令行事 大将军莫要怪罪 我乃赵国大将军 难道你还怀疑 我是秦国戏作不臣 不敢 只是莫将职责所在 不敢违令 还请大将军莫要为难末将 懒得听你啰嗦 见你几个胆 你也不敢暗算我 下马 大将军得罪了 不好 几个士兵直接按住李木 这几人都是赵聪精心挑选的 勇武之士 再加上 又是有心算无心 李木当即失手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赵聪 你敢拿我 你反了不成 查李木 脚恨不法 违抗王烈 命赵聪将李木拿下 押入大牢带审 大将军 你看清楚 这可是真的王赵 可不是末将矫照啊 昨夜与鬼谷子长谈之后 虽然心里有了准备 却也没想到连邯郸都没进去 郭开就敢对我动手 不可能 王上怎么会下这样的王赵 这是郭开矫照 大将军 矫照不矫照的末将不知道 末将就是奉照行事 来啊 将大将军请进大牢 等王上回来之后发落 相国 李木已经拿下 李木没有反抗吗 末将趁其不易拿下了 没有给他反抗的机会 要是李木反抗多好 那就可以就地斩杀 现在却要多费一番手脚了 不过李木既然已经进了邯南大牢 相当于生死都在我手上 导师也不要紧 看守好李木 那 李尚卿 李木已经拿下 基本上没费什么功夫 下一步怎么办 相国 不如趁赵王还未回来 将生理先做成熟饭 这样会不会引起我王的不快 你们秦国不会趁我除掉李木的时候 突然罚赵吧 相国放心 我还在这里呢 如果大秦罚赵 相国就将我斩了救死 也是 李斯总不可能为秦国忠诚 到连自己性命都不顾的地步 相国 我是话跟你说 我大秦的目标并不是赵国 而是楚国 嗯 楚国 那可是大国 你没有罚楚 估计现在大军已经集结完毕了 大军都集结好了吗 十万大军已经分批到了上卷 灵狐人凑出来三万骑兵 也到了上卷 就等相国一声令下了 不急 等李斯办完他的事再说 不过 为了方便李斯行事 我倒想虚张声势一番 相国想如何 命杨端和从加盟出兵 进攻 楚国预章 再领盟武尚将军分兵十万进攻臣 但是要提醒两位将军 只可虚张声势 杨东而已 万不可假戏真做 如果楚国出兵 不可浪战 吸引住楚国主力即可 另外 将两位尚将军的旗号都打出来 告诉全天下 我大秦要对楚国动手了 既然要罚楚 却为何又要虚张声势 再说 咱们的目标不是赵国吗 尚将军 你可知道 李斯上卿去哪里了 李斯正在赵国意图 搬掉李牧这块绊脚石 所以我们这边 也要闹出点动静来 给赵国看看 这样赵国才好下手吗 相国 这样做 对李牧将军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王俭其实并不是一个迂腐的人 只是跟李牧对阵多年 一直钦佩李牧的兵法 对李牧的为人 也颇为赞赏 所以 对用这样的阴谋 除掉这样一位天下名将 颇有些不齿 只是当着瞎人的面 不好发作而已 我又何尝不知道 如此对李牧将军不公平 但是李牧不除赵国难灭 不过你放心吧 我已经另外派人去营救了 保证李牧会平安来到秦国 如此就好 那我就安排了 不知道鬼谷子到底能不能救出李牧 别回头 李牧没有救出来 鬼谷子还折在赵国 那损失就大了 瞎人现在心中也慌得一批 他只盼着鬼谷子和李牧都能平安回来 李牧在大牢里 倒是没受什么委屈 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 只是从关进来的那一刻开始 就没有任何人来看过他 就连送饭进来的牢子 都是个聋哑人 他也断了跟外界的一切联系 他不知道赵王回来了没有 自己到底还有没有活路 你是谁 你小子 刚分手才几天 就不认识老夫了 前辈 是你 你怎么进来了 我怎么进来的你就别管了 我纵横下金银立国 区区邯郸大牢能拦得住我 前辈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 我王回来了吗 赵王确实在回来的路上 不过距离邯郸上有两日的路程 两日嘛 两日倒是不长 等我王回来 必然会知道我的冤屈 将我放出去 可惜啊 郭开已经准备明日就处决你了 你怕是等不到赵王回来了 郭开那个小人 他敢杀我 杀了我 谁能抵挡秦国虎狼之师 本来郭开对杀你是有些犹豫的 正如你担心的那样 郭开也担心杀了你 秦国罚赵 无人能挡 可惜啊 秦国出兵罚了 秦国罚楚了 秦国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罚楚 楚国这两年国力未死 国中最少有五六十万代价之士 秦国赶在魏平定三进之前就罚楚 我明白了 为了除我 秦国算是下了血本了 不惜与楚国火拼 也要给郭开一颗定心丸 先将我除道再说 没想到我在秦人眼里竟然会如此重要 你当然重要 不然瞎人那小子又怎么会让我来救你 怎么样 想好没有 是继续留在这里被郭开冤杀 还是跟我走 去秦国 我不走 我说过 我生是大赵人 死是大赵鬼 就算死 我也要死在赵国 你怎么是个鱼木脑袋 你就这么被郭开冤杀 与赵国有何好处 为何不留下有用之身 令秘民主 建功立业呢 前辈不用再劝了 我此生已许大赵 即便死 我也不会背叛大赵的 你就不想想你的家人吗 前辈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前辈将我妻儿送到秦国 礼目感谢前辈大恩 这是我敬诚你了 你既然安心赴死 我就不再多说 只希望你不后悔就是 恭送前辈 礼目闭着眼睛 依靠墙坐着 不发一言 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是郭开派来杀我的人来了 大将军 我们来送你上路 怎么这几个老子 一直拉着我再走路 而且郭开要杀我 无非是一杯镇酒的士气 怎么还会花这样的大力气 你们到底是谁 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这些人恐怕不是郭开派来的 难道是鬼谷子 你说什么 李牧不在牢里 本来以为李牧必死 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 李牧竟然能从戒备森严的邯郸大牢中消失 这要是让他逃回燕门 那还了得 赵国飞骑在李牧的统帅下 几乎已经不认赵国胡服 如果让他逃回燕门 请客之间 赵国飞骑的兵权即刻会回到他手中 到那时候 我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 赵聪 传令从邯郸到燕门的各个路口严加把守 绝不能让李牧活着回到燕门 你亲自率三千士兵追赶 务必不能放走李牧 那 果然是前辈的手段 前辈又何必救我 你别误会 救你可不是老夫的手笔 是他的手笔 倒妹 怎么是你 可不就是我吗 怎么 难道表妹救你也不行 倒妹 你这是陷我于不义啊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 鬼谷子前辈 我表哥就交给你了 交给我便是 只是你不跟我去秦国吗 平正不死 我绝不会投靠秦国的 你这又是何必呢 我去引开追兵 你们沿着这条路只走就是了 表哥的家人 又在前面不远 哎 也是一个伤心人啊 相国 我被周语珠引开了 报 邯郸到燕门的关卡 四兵都没有发现李牧的踪迹 报 李斯已经不知所踪 哇 李牧被我逼走了 杀了李牧问题不大 那是私人恩怨 但是把李牧逼到秦国投敌 那就是愚蠢赵王可以允许我公报私仇 但是绝对不会允许我愚蠢 看来还要做出一副李牧勾结秦国的假象啊 只是伪造的证据能不能瞒过赵王 就看老天爷是否保佑了 李牧跟着鬼谷子在寒谷关追上了自己的家人 牧谢过前辈救命之恩 前辈 牧想带着家人离开秦国 去楚国 真正救你的是瞎人 你不见一面再走吗 救命之恩不当面报答 李牧无奈 只得跟着鬼谷子来到坝上学宫 一进学宫 李牧就大受震撼 山门那尊几百斤的银正铜像 宽阔的操场 朗朗的读书生 无意不让这位打了一辈子仗的将军 心生向往 只是他对秦国一直心有芥蒂 始终不肯松口 等来到瞎人的办公室门口 瞎人不是秦国相国吗 怎么不在咸阳 这小子当相国是赶鸭子上架 平常的军政事务都是王婉和王俭 他们在处理 他就是挂个名罢了 李牧大将军 久仰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非凡 我乃丧家之犬 不得已至此 当不得相国如此热情 牧谢过相国救命之恩 大将军说哪里话 郭开要杀你 是我大秦史的计策 你是天下名将 如果我眼睁睁的 看着你被冤杀 那我还是个人吗 我已经知道了 将军既然知道 那将军有何打算 我为国征战一生 没想到却为国不容 余生只愿浪荡于江湖 从此不言兵事 这是打算退隐江湖了吗 李牧才四十来岁 正是一个人的巅峰时期 如果就此让他退隐 未免太可惜了 而且他李牧这样的天下名将 真能退隐吗 怕是前脚从秦国离开 后脚列国的使者就到了 我是绝对不会这么容易把你放走 将军乃当是名将 就此退隐 未免可惜 我倒是给将军准备了两个去处 不知道将军愿意听否 我虽一句都不想听 但现在在他的地盘上 而且又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愿听向国义说 这其一门就是留在秦国为将 不可能 将军听我把话说完 我说的将军在秦国为将 并不是要将军带兵去攻打列国 将军在赵时一直驻守燕门 曾经大获草原湖人 匈奴人至今闻将军的名号尚且色变 应该说将军 为了华夏百姓不受胡人侵扰 是出了大力的 我请将军在秦国为将 就是想借将军虎威先在北地上郡练兵 带到我大秦统一各国之后 将军率军横扫草原 为我华夏子民打出千年太平 草原胡人如同草原上的草一样 是杀不绝的 就算能炮匈奴又如何 十年或者百年之后 又会有新的不足崛起 如此反复循环 为之奈何 李牧果然是现在华夏最了解草原的人 他说的对 草原民族层出不穷 秦汉的匈奴 隋唐的突厥 两宋的辽金 蒙古人乃至后面的女真 果然是循环往复 永无止境 将军说的对也不对 任请想国高见 将军知道草原民族会不断崛起 杀之不绝 可知为何 那是因为草原没有统一的信仰 和统一的文化 我华夏自三皇定伦 五帝开疆 就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文化信仰 此后虽有夏商周知更迭 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 文化信仰却没有变化 至于周世青腿之后 诸侯大征 那也不过是兄弟细强而已 无伤大雅 即便我大秦不义统天下 也必然有一国会统一天下 这是大势所趋 无法改变 所以要想根治草原之乱 除了有必须的武力之外 更多的是让草原 形成我们华夏同园的文化信仰 将军是想 如果草原胡人 读的是我们华夏的朱子百家 祭祀的是我华夏的先贤 那胡人还叫胡人吗 将国打算如何做 将军来的时候 已经见到我学公的情况了吧 我将在将军横扫草原之后 将学公弟子派到草原上 对胡人进行教化 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只要学公不灭 就会一直对草原胡人进行教化 直到将胡人 纳入我华夏的信仰文化中为止 如此方可保我华夏万事不灭 这个阳谋太毒了 这他们是条绝户级啊 如果真按他说的那样 对付草原民族 不出十年 胡人必然规划 百年之后 草原民族必然消失 李牧听的浑身大汗淋漓 身体也微微颤抖 他一个厮杀的汉子 什么时候听过 如此高屋建林的阳谋 当然没有将军 绝对的武力镇压 我后面的计划 都是空中楼阁 缥缈的很啊 如何将军可愿意共襄胜举 刚下相国给了我两条路 这是第一条 敢问相国 第二条路又是如何 这第二条路倒是更简单 就是留在我学公当兵家的讲师 从此告别沙场 改成交出御人 带到将军逃离满天下的时候 也不失为一段佳话 在学公当讲师 当然兵家前辈黄石公 就是我学公的祭九 专教兵家之学 我大秦的上将军王俭和蒙武 也经常到学公中讲学 等到他们退休之后 都是我学公的讲师 大秦有这样一个 能源源不断培养人才的 霸上学公 统一大业已经势不可挡了 是想在这些兵家前辈的培养下 大秦必然名将辈出 再看看赵国 除了我和司马上以外 几乎再没有心险血液出现 这样的大秦怎么跑 怎么样 李将军想好选哪条路了吗 我如果选在学公当讲师 秦王真的能让我安心的教书 而不派我去打仗吗 我还真不确定 以正哥的性格 能不能容忍 李牧这样的一个帅才 不为自己所用 无论将军做出怎样的选择 寡人都会尊重你的想法 绝不勉强于你 王上 你怎么来了 将军可是让我大秦吃尽了苦头啊 今日得见将军 才为寡人之心啊 李牧拜见秦王 免礼免礼 刚才秦王所说 不会勉强我可是真的 这是自然 寡人现在就当着 向国和鬼谷子前辈的面 向将军启示 将军无论做出怎样的选择 寡人都不会勉强 就算将军要离开秦国 寡人也赠经理送将军出秦 同样都是当大王的 自家的赵王 怎么就没有人家秦王 这样大的格局 偏偏要宠幸郭开那个小人 把连扑逼走 祭祀令向儒 让赵国雷弱不堪 现在又要杀王 这分明是自掘坟墓 那里木屑秦王理解 我王已经对将军做出了承诺 将军如何选择 我在军旅混迹了一辈子 学宫当讲师非我所愿 我愿意带兵背扫草原 将军如此 甚好 甚好 我爸上学宫 就这么没有吸引力吗 将国冒怪 待我带不动兵了 我就跟王姐 蒙武两位上将军一样 来学宫讲学 到那时候 将国莫要嫌弃李木年老体衰 垂垂老矣才是 来来来 到那时候 我把祭九之位让给你 让你再学宫 再过一把带兵的饮 既然李木将军愿意为 大秦荡敌草原 那向国就传寡人的话 封李木将军为上将军 封爵黄陵军 十亿三百户 精选三万秦军 在北地军练兵 继续叫飞骑 我秦国飞骑 李木将军可不参加 所有对列国的战事 专心对付草原胡人就是 陈领命 回头就给上将军下诏书 上将军太重 李木法丹代不起 将军在诏国就是大将军 无论战绩资历都是上上之选 将军为上将军 我秦国何人不服 上将军莫要推辞 你个蠢货 怎么能如此轻易救上了秦国人的当 现在秦国没有法主 而是法兆 而且是王俭和蒙武同时来攻 你就告诉寡人 现在怎么办 我大兆还有什么将领 能对付得了王俭和蒙武 寡人告诉你 这次如果我大兆不存 寡人就先大屁了你 王上 臣也不想把李木逼走 只是李木早就与秦国勾结 被臣发现之后 这才仓皇逃出大兆 实在不是臣的错 你放屁 你以为我跟你一样是个傻子 郭开 你说 现在怎么办 王上 臣倒是有一个办法 或可解我大兆之威 有办法就说 我 王上 不如我们让匈奴入关吧 什么 让匈奴人进来 正是 王上 匈奴这几年发展的很是迅猛 西连越士 东街东湖 只是李木 李贼强横 匈奴一直被拦在燕门之外 不能进入 而今秦国罚我 列国不可能发兵救我 还不如都馈赠钱博给匈奴 请匈奴十万铁骑入燕门 秦军远来五倍 则必败 王俭这一路败了 就可将飞骑抽掉南下 影机蒙武的大军 如此我大兆之威可解眼 你这不就是 李木之前拜秦的办法吗 王上慧眼如炬 正是李贼破秦之法 匈奴要多少钱博才能出兵 不会太过分吧 王上放心 匈奴虽然强横 却是满子之数 他们怎么知道 我大兆有多富数 臣以为 花不了多少钱 就能办成此事 哈 你去办吧 只要能破秦 花点钱就花点钱吧 在秦军的威胁之下 也只能寄希望于匈奴了 安排好了李木 瞎人终于可以悠闲几天 而跟瞎人同样悠闲的 还有嬴政 那位九五至尊 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明明伤势已无大碍 可是却一点想会咸阳的意思都没有 每日带着楚国夫人 在学宫里四处游荡 见到谁都是笑眯眯的 那家伙的脑袋瓜子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 如果照这样继续下去 未来的史书上会怎么记载 千古一地没了 变成了扶苏 不能让嬴政就这么悠闲下去 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必须要承担起来 王上 你不打算回咸阳了 原来是向国道了 咸阳有什么好回的 扶苏这段时间干得不错 军国大事也都走上了正轨 寡人回去作甚 寡人这也是难得悠闲几天 向国就忍心让寡人这个受过伤的人 继续操劳 就你还是受过伤的人 说这话之前你能不能先捧着自己的良心 再说这话 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 之前王上受伤 让扶苏坚国 不过是权宜之际 现在王上已经大好 理应回朝理事才是 拉倒吧 现在的大秦多寡人一个不多 少寡人一个不少 你别骗寡人 再说了寡人从小在赵国为智 回国之后也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 每天都在勾心斗角 难得能有如此清闲 不用揣摩人心的时候 向国 你就忍心将寡人重新推进火坑里吗 我擦 还开始打感情牌 无语了 嬴政竟然没有了霸气 而是变成了一个 一心想要退休的秦王 你倒退休年龄了吗 瞎人也懒得跟嬴政废话 告辞离开 回到办公室之后 瞎人斟酌再三 给扶苏 王婉 王俭 蒙武 各去了一封信 向国这是吃错了药了吧 这招都敢玩 这要是玩不好 当前的大好形势立刻化为炮眼 这下可难办了 上将军有紧急军行 说 事后发现 燕门赵军有异动 燕门 司马尚不过守城之拳也 他还有这样的胆子 不光是司马尚 咱们的侍候还发现 赵军中好像有匈奴人 有匈奴人 不应该啊 比目上将军在赵国的时候 把匈奴人收拾得够呛 匈奴一向视赵国为仇仇 怎么会出现在赵军之中 上将军 会不会是赵国向匈奴人借兵了 匈奴人是一群狼 赵人又不是猪 能不知道向匈奴人借兵会有什么后果吗 上将军 小心无大错 万一赵国真的向匈奴借兵 那对我们来说还真是不好应付 据末将的了解 匈奴人现在号称空闲知识百万 实际能抽出来的战兵 最少也不会低于十万 而且匈奴人常于骑射 据说飞骑的训练方法 就是向匈奴人偷学道的 如果匈奴真的参战 以他们的骑射功夫 再配合赵国飞骑 偷袭我军 我军又缺少骑兵 很难对付 你说的都对 只不过有一点你没说到 匈奴人没有纪律 打顺风仗还行 碰到逆风 怕是死几个人就做鸟受散了 所以不必太担心匈奴人的战斗力 不过匈奴人要是真的来了 倒是好事 我正愁没法完成 向国交代的任务呢 向国有任务 你付而过来 尚将军 咱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这真的是向国的吩咐 你自己看吧 还愣着干啥 快去准备 王上 要是有什么罪责 可不能怪我 都是向国让我们这么干的 头曼缠鱼 看着正在跨马射箭的儿子 满心欢喜 这是他最喜欢的儿子莫独 当年莫独被送到月之做人质 这小子因为不堪其辱 杀了看守他的人 夺了马 千里逃回凶猛 现在莫独才不到二十岁 正是青春好年化 勇气和智慧也都是上上之选 看着现在的莫独 就好像在看年轻时候的自己 大禅宇 儿子剑射的可好 好好好 你就像草原上的雄鹰 展翅高飞 你的剑寒转 希望你能为凶猛射死更多的敌人 儿子一定做到 大禅宇 赵国的司马上将军派人来请你过去一时 好 我这就过去 大禅宇 咱们真的要帮赵国作战吗 我亲爱的莫独 你觉得我们应该帮助赵国吗 那就看大禅宇 是想在赵国拿到什么 你觉得我们匈奴需要什么 人口 人口 为什么不是土地 我们匈奴的人口太少了 比起中原的任何异国来说 都是处于弱势 我们唯一的优势 就是我们的骑射中原无人能及 我们现在就算能拿下赵国又能怎么样 以我们匈奴 现在的人口 根本守不住这么大的地方 只有大量的人口 才能让我们的种族强大 才会有可能占领更多的地方 获得更多的奴隶 所以我们这次来帮赵国 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获取人口 我的莫独 你会成为匈奴最英明的大禅宇的 大禅宇 等你好久了 怎么 将军是嫌我来晚了 若是李牧还在 你敢这样跟我说话 司马上心中大怒 但是现在投曼是赵王特指 请来的客人 他也不好发作 大禅宇说的是哪里话 上子是那样的人 投曼大禅宇 我军赤后观察到 秦军已经加快了进军的步伐 预计两日后就会来到燕门 但是 秦军前部虽然加快了行军速度 但是他的后军和粮草供应 却没有跟上 根据赤后的观察 秦军的后军和粮道 已经与秦军有了一百多里的差距 将军的意思是 想出兵截了秦军的粮道 正是 这是我们唯一能战胜秦军的办法 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截断秦军的粮道 那秦军必退 我大赵之威也就解了 不知道大禅宇可愿意出兵 你们赵王请我们来 不就是打仗来的吗 既然将军有这个想法 却不知道要我们匈奴出多少人 秦军向来重视粮道的保护 王俭率十万秦军 粮道最少有万人护卫 所以大禅宇最少要派三万人 我再派一万飞骑协助大禅宇 应该够了 将军是觉得我们匈奴的骑兵 在同等人数下不是秦军的对手 是不是对手你心里没数吗 并非是不相信匈奴的骑兵 知识人数多些 万一有什么变故也好应对 好吧 算你说的有理 我这就回去点兵出战 那就有劳大禅宇了 大禅宇 司马尚要我们干啥 出兵 劫秦军的粮道 莫独 你率领三万人马去劫秦军粮道 赵军会有一万飞骑助你 我这就去 妈 你的首要任务是保全自己 如果有什么变故 你要把这三万人给我全都带回来 是 大禅宇 我一定把人都给你带回来 不会出什么事吧 莫独领兵出发之后 投曼总觉得心神不宁 但是意外的是 这次劫粮道的事情 进行的却异常顺利 莫独的三万骑兵一出现 秦军护卫粮道的士兵就四散而逃 莫独几乎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粮食抢到了手 只是数量上有点少 算下来也只够十万秦军五日之粮 莫独心生疑惑 但是还是带着粮食回到了燕门 只有五日之粮 一万秦军护卫的秦军 只是护卫这点粮食 威免有点太劳师动众了吧 王俭亲帅的秦军已经后退了三十 能出一副固守带员的架势 这让投曼更加疑惑不解 跟投曼同样疑惑的 还有咸阳的王婉 赵国向匈奴借兵 匈奴出兵截取了王俭的粮道 王俭大军被围 请咸阳赶紧派出援军 以王俭的谋略和警惕性 怎会没有察觉到匈奴的参战 还让赵军给围了 这不应该啊 出催 战报马上送去学宫 另外替姑起草一份文书 就说王俭大军被围 姑惊慌失措 不知该如何处置 请父王赶紧回到咸阳 不然王俭大军威仪 太子殿下 这样真的好吗 不如此 父王不出来啊 师父为了让父王重新理事 布下了如此大的一个局 姑这点又算什么 对了 文书以你的口吻写 跟战报一起发出去 做戏做全套 将王俭大军被围的消息传出去 咸阳人尽皆知才好 这 罢了 只希望王上不会怪罪我的 当银正看到咸阳送来的 八百里夹吉的时候 眼睛都快瞪掉了 也顾不得再跟楚国夫人腻尾 拿着八百里夹吉 就冲到办公室找虾仁 虾仁这两日不舒服 回庄子上休养去了 银正急了 安排车架 马上赶到虾家庄子 一进庄子 就看见来迎接他的虾大 还七色 你这是为何出了何事 王上 你快去看看吧 我家主人 我家主人他 相国怎么了 您去看看就知道了 相国 你这是怎么了 相国 相国 原来 原来是王上 臣 臣病重不堪 不能给 不能给王上行 行礼了 相国不用行礼 只是相国怎么弄成这副模样 王上 王上不再学功悠闲 怎会 咳咳咳 怎会到庄子来 银正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出咸阳送来的 那封八百里夹吉文书 相国 王剑罚兆 梁道被解 王剑缺梁不敢冒进 却被赵军困住 命人杀出重围回咸阳求救 扶苏那孩子手足无措 不知该如何处置 而且不知道是谁将王剑被围的消息传了出去 现在咸阳城中人心惶惶 怕有大便 寡人心中着急 就想来找相国商量此事 就想来找相国商量此事 却不想相国竟然沉磕在身 这却如何是好 王上 臣病体太重 实在无法给 王上出谋 划策 臣请 王上速回 咸阳主持大局 王上 博士 为重啊 相国放心 寡人这就赶回咸阳 相国一定要好起来 王上 请去 臣 臣死不了 主人这演技杠杠的 属下都以为主人是真的病了 主人没看王上刚才的样子 就感觉好像主人真的已经不在了一样 呸 不会说话 就别说 不这样做 王上就不会回朝理事 只是扶苏那小子还真敢玩 等他爹反应过来 找不得一顿打 嬴政从虾家庄子出来之后 直奔咸阳 在入宫的这条路上 嬴政看见咸阳的百姓 都在窃窃私语 而且神色黄极 他心中更是不安 看来大家是真的被王剑被围的消息的吓到 如果说李牧是赵国的定海神针 那王剑就是现在秦国的擎天玉柱 现在连他都面临失败 那秦国还能否继续自己的霸业 别说普通百姓 就连寡人自己心中都变成了未知 王剑被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如何处置呢 回父王 王剑被围乃是粮道被劫 不得已停止不前 谁知道赵国勾结匈奴 大军将缺粮的王剑一部给围了 儿臣正在与各位大臣商量如何应对 都几天了 还没有商量出办法来吗 儿臣才说学浅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好 你不知道 那就在一旁好好看着 扶苏一言退到一旁 头埋得深深的 不知道的 都以为扶苏是被嬴政呵斥之后下的 唐军 寡人问你 国库还能提出多少粮食 几日能送到王剑部 粮食不是都已经送出去了吗 难道王上不知道 回禀王上 国库中还能提出一千万十粮食 如果民夫足够的话 半月之内就能送到上将军所在之地 好 立刻将粮食先提出一百万十 分批向王剑所部输送 嗯 王上 王上 粮食好办 但是当务之急应该是先解了上将军之围 不然有粮食也送不进去 王剑之围 我已有破解之法 命灵狐抽掉两万骑兵星夜池元 再令盟武分出一军救援王剑 然后让盟武加快攻势 将上党拿下 兵风直指寒丹 则王剑之围毕解 王上英明 陈一会儿就去安排传令 等会 逢去集 你这庭位也不要闲着 这几日要严密监察咸阳城中的动向 咸阳城不可乱 陈凤召 看见了吗 这很难吗 你这孩子关键时刻掉链子了 父王天纵神武 而臣不能急 嗯 怎么这孩子脸上丝毫不见沮丧 难受的表情 反倒有一种诡计得逞的笑容呢 刚才王剑这是太大 寡人都没来得及细想 以往往的老城 这是不应该没有应对之策 而且扶苏 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在一渠的时候 李牧三万飞骑攻城 这孩子手下只有几千残兵 照样能面色不改地 站在城楼上一步不退 怎么远在赵国的一场战争 就能让他手足无措 再说向国 怎么早不生病晚不生病 偏偏在这时候生病 而且既然有病 怎么不在学宫的医学院治疗 玄胡子可就在医学院坐镇 怎么会回到瞎庄去 中计了 而且是被寡人的亲儿子被算计了 扶苏 王婉 你们大胆 扶苏 你跟寡人说实话 到底是怎么回事 父王 是师父说父王年纪轻轻 就有退隐林泉之心 乃大秦的大不幸 这才与我们商量 定下此计 是希望父王能以天下为重 重新回朝主持大局 那王俭真的被围了吗 王上 上将军是真的被围了 只不过上将军被围 乃是上将军之计 为的是引出归缩在燕门的赵军 好意王打尽 那粮草呢 王上 给前线供应的粮草从来没有尖端过 而且据臣所知 赵军截去之粮 不过是大军捂着之粮 并不影响大局 太子和丞相 还有我这小师叔 可真会玩啊 这都玩到秦王头上了 嬴政听完所有人的汇报 待了一会儿 他现在突然 感觉自己就像个傻子 被玩了 还不知道 他脸上有些挂不住 颇有些恼羞成怒的意思 扶苏 王婉 你们可知罪 儿臣知罪 既然知罪 那寡人罚你们 也没有怨言吧 儿臣不敢有怨 好 扶苏不必再监国了 回学宫去再读几年书 王婉虽有欺君之罪 但是寡人念你一心为国 罚你一眠俸怒 儿臣谢王上宽戴 至于向国 待寡人想想再行责罚 行了 都下去吧 这么开心 这特么不是随了这小子的心愿吗 那寡人不就还得老老实实的 待着咸阳处理国政 还是特么上当了 上将军 今天围住我们的赵军又天兵了 现在围住我们的 最少有十数万赵军和几万兄弟人 看来燕门的守军 已经倾巢而出了 可算把这些属乌龟的给调出来了 但是 上将军 咱们现在手上只有前部五万人吗 赵军数倍于我 我们一直困在这里也不是办法 是不是要想办法突围啊 当然不能困在这里 这里可不是我选定全间赵军的战场 决战就安排在这里 蛇丘 这地方不错 末将之前亲自去查看过 山林冒命 丘陵众多 最不适合骑兵运动 正是破赵国飞袭的好地方 咱们是幸运的 如果燕门此时还是礼目上将军镇守 咱们可没这么容易骗得了他啊 那还得多谢郭开啊 哈哈哈哈 其余个军都已经安排好了吗 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传练下去 今日让士兵们养足精神 明日丑时造反 银时向蛇丘突围 诺 哦 司马将军 秦军开始突围 我军防线已被秦军攻破 秦军一路向蛇丘杀去 随随咬住秦军 不能让他们顺利突围 诺 大蝉鱼 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啊 哪里不对 大蝉鱼 你仔细看看 秦军突围的速度并不快 好像是有意引我们追击啊 我的雄鹰 秦军已不足居多 两条腿的速度 怎么可能有我们四条腿跑得快 而且秦军边跑 还要边组织抵抗 速度自然快不起来 你多虑了 大蝉鱼 咱们还是要小心一点为好 同样的问题 赵军也有人提了出来 司马上心中 也有同样的顾虑 但是能活着王俭的诱惑 实在太大 大道让司马上选择性的 忽视了这个问题 王俭如果能被生擒 那赵国之威不但能解 而且我还可以摇身一变 变成跟李牧一样的天下名将 无论是为了国家安危 还是个人荣辱 都不应该放弃这个 亲宰难得的机会 退 秦军且战且退 终于退到了奢秋 不再退了 在奢秋搭建好防线 又开始顾手 大蝉鱼 秦军必有阴谋 我知道你想说 秦军在这里顾手 就是欺负我骑兵不能发挥优势 所以有阴谋对吧 大蝉鱼知道 这也不难看出来 只不过 虽然我们不方便进攻 但是后退却没有问题啊 后路可是一片坦途 大蝉鱼 原来你早就做好了准备 赵军攻击了大半个时辰 却依旧没能前进一步 司马上心中那种危险的感觉 越来越明显 吃后都洒出去了吗 有什么回报吗 吃后都洒出去了 无理之内没有任何发现 末将已经安排 把探查的距离再放远一点 吃后查他的距离放到石里 一个时辰后 无论有没有发现 都要回报 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怪东西的下面 好像还有人 那我军的动向 岂不是被秦军禁收眼底 来人找重弩来 把那个东西给我射下来 上将军 这玩意就是能飞天的东西吗 当然 你没看我用绳子牵住他 不然他就飞走了吗 俗话说得好 沾得高才能看得远 司马上的反应也很快 迅速的调集强弩 被热气球发起射击 可惜的是 赵军的强弩的射程 根本够不到热气球 司马上不错 可惜弩太差了 还好赵军没有把工程弩给搬过来 我他们的怎么没有 把工程弩给带出来 不过这也不能怪司马上 工程弩属于战国时期的重武器 一般都安装在城楼上 或者在工程的时候 才进行组装 加强攻势 上将军 兄弟们快支持不住了 而且时间也差不多了 是不是该发信号了 王俭想了想 向天上的热气球看了一眼 发现没有什么信号 知道赵军并没有别的安排 发信号何为赵军 此乃何物 好像是某种信号 我还不知道是某种信号 秦军被我们困在这里 发信号给谁看 必然有埋伏 去查探的赤后 回来没有 还没有回来 不好 终继了 赤后一定是被秦军埋伏 停止攻击 撤回大金 后军开路 务必在秦军对我们何为之嫌冲出去 想撤退 晚了 灭照近在今日 追 大蝉鱼 秦军果然有埋伏 咱们退吧 不着急 先让孩子们跟秦军做过一场 我要看看秦军的战斗力到底如何 现在不走 要是赵军被秦军击溃 咱们就走不了了 目不在 但是也不是随随便 被旧被击溃的 咱们还有时间 大蝉鱼 跟咱们交手的是灵狐人 不是秦军 撤退 向燕门方向撤退 司马上这时想退 已经退不了了 右翼的匈奴人跑了 而左翼的三万兆国飞骑 也被南路的秦军 用了一种从来没有见过的武器 炸得人仰马翻 将军 你快走 闻来断后 我还能走到哪里去 回燕门呢 燕门 十数万飞骑葬于我手 我即便逃回燕门又如何 我不逃了 金玉死战不退 兔崽子 你倒是给我省着点用啊 那玩意用完了可没地儿不去 凌空火炮一共只有三千枚 这回用了一半了 燃烧弹有你这么用的吗 战前教学学啥了 王俭在这里心疼的碎碎念 但是战局已经成了一面倒的架势 赵军副将看情况紧急 也顾不得司马上的军令 当即打晕司马上 令清卫队带着司马上突围 撤回燕门 自己则继续高举司马上的大旗 在这里断后 战斗很快结束 在三鹿秦军的围剿之下 十数万赵国飞骑 除了少部分逃走 一部分投降 其余全都战死疆场 战场上血流成河 即便是王俭这种 看惯了杀场生死的老将 此时心中也有些不忍 上将军战场清点出来了 爸 三鹿共歼灭赵军十一万人 击溃兄牛人两万 并没有发现司马上的尸体 我军伤亡情况 我军阵亡四万三千人 秦军本部三万七千人 灵狐八千人 另外有两万多人重伤 失去战斗能力 赵国飞骑的战斗力果然不容小觑 我军三路伏兵 打了赵国飞骑一个措手不及 还有凌空火炮和燃烧弹的帮助 竟然被赵军打出了三换一的战损 还好李牧已经在我们秦国的麾下 不然我还真不知道 怎样能击败有李牧统帅的飞骑 只是跑了司马上 未免有些不美 上将军 司马上很有可能是逃回燕门了 咱们是不是要追击司马上 一个司马上不足微距 我要的是燕门 传练下去 除了伤兵之外 其余能战之兵全属集结 追击司马上 夺燕门 诺 混蛋 放开我 将军 我军之败已成定局 将军就算回去也于事无补 不过是多了一缕残魂而已 还不如回到燕门 整理军备防御 然后向邯郸求救 我大道或许有一线生机 司马上其实明白 轻卫的话很有道理 也是目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 但是十数万战无不胜的飞骑 却葬送在我手上 匈奴人 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没有人驻守城墙 大赵大将军司马上在此 城上有人吗 赶快开城让大将军进去 是大将军到了吗 有何为证 我又怎么知道 你们不是匈奴人化妆 想要骗开城门的 看来燕门还在我大赵手上 你们看看我是谁 真是大将军回来了 开城门迎接大将军 司马将军 我在此等候多时了 你是何人 何时夺了我的燕门 我乃大秦将军还起 奉命夺了你的燕门 司马将军 你大势已去 何不投降大秦 我大秦求贤若可 必然能善待将军 想要我投降秦国 休想 司马将军何必要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林木上将军在我秦国 不是待得很好吗 闭嘴 要战就战 何必废话 不好 环以正想下令 留司马上赢 却已经来不及了 司马上中箭后 从马上跌落 却挣扎着 从地上爬起来 用箭主地 不肯跌倒 今日死战 不退 司马上将军也是条汉子啊 传令 以九卿之礼 后葬司马上 上将军 我奉蒙武上将军之令 洗取燕门 建议功臣 将大将军交令 讨个蒙武 我让他派置偏师吸引 一下赵军的注意力 这货竟然让你把城都给攻下来了 抢攻也没有这么抢了吧 看等回了咸阳 我不好好跟他算这笔账 上将军 燕门赵军被我们一扫而空 今晚可以赏墨将一点好酒喝吧 好 今晚就让你喝个够 只是先将暴劫文书发回咸阳 免得王上担心 齐年宫里 嬴政接到了王俭的捷报 乐得鼻涕泡都快出来了 赵国飞骑 一直是寡人的心腹大患 相国先是让李牧投笑秦国 斩断了赵国的晴天欲祝 现在王俭又一战将飞骑全肩 还以还齐席燕门 夺了燕门郡 飞骑继灭 赵国就是我秦国的囊中之物了 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 王俭所部在歼灭飞骑的时候 损失太重 现在还有作战能力的士兵不足6万 这点军队能把燕门守住就不容易 根本没有办法能抽出兵力 去跟蒙武一起围攻邯郸 况且邯郸城的防御 并不比大梁城差多少 自从大梁一战之后 天雷之名传遍列国 各国都在研究如何防范天雷 想要跟破大梁一样 出其不易 怕是难了 王上 相国有作书道 哦 乘上来 相国果然有神鬼莫测之机 赵高 宣礼斯 飞骑被王俭全剑的消息 同样传到了邯郸 顿时整个邯郸变得人心惶惶 赵王在宫中 不知道砸了多少东西 整整十天 赵王根本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只是从各地抽调赵军回援邯郸 国开也知道 大事不好 躲在自己府中 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 团团转 报 相国 门外有人来拜见 现在本相哪里有功夫见他 让他滚 那人自称是您的老相使 带进来 相国别来无恙了 好啊 你竟然还敢来 你秦国罚我大秦 在舍丘拜我赵军 你竟然还敢在邯郸现身 你就不怕我把你抓起来献给我王 将你斩了吗 相国不必吓我 要是相国真的要抓我 也就不会跟我说了 再说了 相国就不想知道我这次来见相国 是为了什么吗 赵国现在的处境好像不是太好啊 赵军主力飞骑在舍丘 被我大秦枉剑上将军全剑 而蒙武上将军率领大军正在向邯郸进军 想得住我大秦的冰封吗 为了大赵 阁下甚至不惜背上骂名 向匈奴借兵 可是结果又如何呢 匈奴人也不顶用啊 所以相国就不想想自己的后路吗 你说的后路是什么意思 相国就没有想过走走礼物的路 你是说让我投降秦国 事到如今 难道相国还有更好的退路吗 跑到他国去 赵国若亡 相国去他国又能如何 不过一副家翁罢了 但是没有权利 一个小利就可以让相国生死两难 相国可有想过 我投降秦国 秦王会保留我的官位吗 我大秦相国瞎人有惊天伟地之才 恕我直言 朝向与我秦相相比 差的不是一性半点 都到这种时候 李斯对郭开 也没有上一次来的时候那么恭敬 一点面子都没给郭开留 那秦王会给我留个什么官职 只要相国能说服赵王开诚献国 我王给相国留了一个官内侯的爵位 如何 还要说服我王开诚献国 当然 没有这样的大功 你凭什么能被我王封为官内侯 你以为我大秦的爵位 跟你赵国一样容易吗 这 相国 我王说了 只要你能办成这件大事 不但给相国官内侯的爵位 还赏赐给相国十万斤 相国下辈子都够用了 十万斤 蒙武的大军在王俭泉间赵国飞起之后 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 只花了半天时间就攻破了上党 大军直接向邯郸开去 半路上 蒙武接到从邯郸城中传出来的密报 赵王这是傻了吗 竟然真的开诚献国了 尚将军 你说什么 赵王开诚吗 李斯说通了郭开 郭开为了自己的活路 竟然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服了赵王 等咱们大军一到 就立刻开城投降 尚将军 不会是假消息了 邯郸城中尚有赵军不下二十万 与我军兵力相当 赵王在白痴 也不会不抵抗就直接投降了 消息肯定不会是假消息 这上面有按压 这是向国发明的 除了有数的几个人之外 其他人根本不知道 恭喜尚将军 获此不是之功 这算什么功劳 功劳都是李斯的 传令大军加快行军速度 尽快赶到邯郸城下 尚将军要不要我先摔一只骑兵 先赶到邯郸去看看情况 不可 我军中骑兵不多 如果事情有变 你的骑兵只会是人家碗里的肉 还是大军骑制比较稳妥 秦王正十七年 蒙武大军抵达邯 赵王谦肉坦西行 向蒙武献上王喜地图 赵国面